百福國中舉辦一場錘球夏令營活動 邀請多位錘球老師親自指導 訓練學生的耐力準度和佈局 腳尖跟球是平行的 打錘球真的不簡單 第一次球桿到手 學生試揮擊球卻鋪了個空 教練從角度擊球的方式仔細解說 每個動作都好講究 很好 校長親自上場示範動作 鼓勵學生學這一項溫和又動腦的運動 今天最主要是要讓學生 在暑期期間有一個好的活動 不管在球區方面 還有其他的設施方面都給我們幫忙 我們學生有部分的學生 都非常熱愛這個活動 我們希望說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能夠帶給學生一個良好的運動 我覺得參加這個錘球隊很高興 然後可以學到更多的球 之前有接觸過 然後更深入 今天他們學生開始就是要練習來 學習打球嘛 我們是打了比較久了 所以知道的東西就給他們 傳給他下去 這個校長 張校長就很好 叫我們說來 指導他們一下下 這場錘球營 邀請到基隆市體育會錘球委員會的會員們 當教練 在理事長周嘉莉的引導下 讓孩子們打出完美的一球 不同於高爾夫球的灰甘方式 錘球溫和 勿傷筋骨 同時也講究團隊合作 和腦力激盪 這也是錘球迷人之處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